娱乐转圈圈 梅婷不仅是得以双星的优秀演员 还是少见的孝顺儿媳 她带婆婆如亲妈 妥协情童母女 在梅婷生命危难时刻 平凡婆婆的一个决定 让梅婷一辈子感动泪奔 01梅婷与曾健 2012年12月28日 37岁的梅婷 与知名摄影师曾见赏婚 梅婷有过一次失败婚姻 曾健是初婚 还比梅婷小三岁 曾健是家中独子 公婆将梅婷当女儿宠 次年9月 梅婷的预产期到了 曾健将她送到香港代产 婆婆在身边陪伴照顾梅婷 27日梅婷生产时 执意要顺产 应是高龄产妇 结果产成中梅婷出现羊水回流 一度生命垂危 当时梅婷的低压全部消失 高压只有60巩柱 院方下达了定危通知 曾健的心全乱了 精神近乎崩溃 婆婆也血压皱声 浑身颤抖地守在产房门口 主治医生问家属 是救大人还是救孩子 婆婆忍了多时的泪 汹涌而出 大人孩子都要救 这可能办不到 医生又重复了一遍 是救大人还是救孩子 婆婆大声说 肯定是救大人 梅婷父母爱情聚照院方 紧急组建急救小组 对梅婷实施 输养 点滴等措施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抢救 梅婷终于从死亡边缘 捡回一条性命 而且幸运的是 女儿快快也幸免于难 并没有落下任何后遗症 产后梅婷 整整昏迷了一天一夜 当她从昏迷中 苏醒过来时 看见丈夫和婆婆抱着女儿 泪眼模糊地 守在她的产床边 梅婷流泪了 疲惫地问 孩子还好吗 曾健说 好 一切都好 婆婆握紧梅婷的手 哽咽着说 你这两天 把我们都吓死了 幸亏老天保佑 想起自己的生死惊魂 梅婷忍不住 抽气起来 梅婷和宝宝梅婷 失血过多 要输血 曾健和妈妈 都抢着要为她献血 因婆婆年事已高 不符合献血条件 曾健给妻子输了血 梅婷一直在医院 住了一个多月 婆婆全程守候 一刻也没有离开 梅婷生下 女儿半个月后 医生说 可以进骨了 婆婆每天熬好鸡汤 做好可口饭菜 送到医院 结果出院时 梅婷比怀孕时 还胖了两骨筋 02梅婷 与医务人员告别 大家都对她说 你遇到这样的婆婆 真是千里挑一 我们见过很多婆婆 问是旧大人 还是旧孩子 很多婆婆 选择旧孩子 但你婆婆毫不犹豫地 选择旧大人 梅婷推拿去照婆婆 很普通 也不会 说什么动听的话 但她是真心 将自己当女儿看待 她的这一决定 让梅婷感动 温暖一生 也让她泪分一生 梅婷出院后 与丈夫带着女儿 和婆婆返回北京 梅婷的公共 曾庆志退休后 被老家浙江福州 长兴县电厂反聘 梅婷的身体 彻底恢复正常后 提出让婆婆 回老家照顾公公 婆婆说 我放心不下 你和快快 就留在北京照顾你们吧 梅婷问 那爸爸一个人 在老家怎么办 婆婆说 与你们一家 比较起来 她的困难小一些 厂里有食堂 宿舍 她能照顾好自己 你就别操心了 于是 婆婆与公共分居 在北京帮梅婷 照顾女儿 梅婷与女儿 2014年12月 梅婷又意外怀孕了 这打乱了她的工作计划 梅婷本想等女儿 满一岁后 就出去拍戏 可现在宝宝 又意外来临了 她不知该怎么办 梅婷与丈夫 商量此事 曾介说 有你自己拿主意 你做出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 婆婆得知后 执意劝梅婷生二胎 她说 现在国家鼓励生二胎 为什么不生 再过几年 你依然可以拍戏 可再想生宝宝 就难了 为了让一家人都不 后悔 你必须将二胎生下来 我现在身体还硬朗 不怕吃苦受累 愿意将两个宝宝 带到上小学后 再回老家 婆婆是将自己当女儿 才说出这样的话 面对婆婆的真诚 梅婷答应孕育二胎 增建梅婷怀孕期间 增建为了养家糊口 一直在外面工作 婆婆独自在家 照顾梅婷和快快 梅婷认身期间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